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一起学习ViewJS 今天咱们学习第二课 我的第二课的标题是 从index.html开始 这个是咱们的入口文件 今天咱们先看一下知识点 今天咱们知识点包括三个 首先咱们先建立一个html5的文档 咱们一般不用4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咱们用5 然后在这个文档中 咱们如何导入 咱们这个框架文件view.js 同时咱们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个框架文件的view对象 这是今天咱们的教学任务 首先咱们先建立一个index.html 因为咱们任何的语言 在学习之前 咱们都要从第一个helloware开始 咱们这个index.html就是从helloware开始 一会咱们会看到 接下来是这个view.js的引用 大家请看 在html文档中 咱们通过这个script这个标记 把这个js引用进来 换句话说 咱们引用完这个js 咱们这个文档这个页面 就具备了view.js的所有的功能 非常简单 就这么一句话 一会咱们试试啊 看看这句话能不能使用啊 好 接下来是这个html的代码块 大家请看 咱们想用这个view.js框架呢 需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 要有一个html的代码块 换句话说 在这个代码块当中 咱们呢 使用这个view对象 或者叫做view.js的框架 代码块非常简单 一个dmv 然后跟一个id的属性 同时呢 给这个dmv的代码块 起上一个唯一的名字 叫名字又有点产生奇异啊 咱们就叫做id 给它起一个唯一的id 然后呢 里面呢 是针对于这个html标记代码块的 里面的一些个java胶本的动作内容 好 过了html代码块呢 咱们还有讲到这个java胶本的部分 java胶本非常简单 是对这个html代码块的一个功能性的描述 大家请看啊 这个我的这个例子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这个id 大家请看啊 html的这个div的标记 有个id叫做myup 然后咱们在java胶本中 这个首先我建立一个这个myup对象 这个对象名可以随便起啊 咱们为了好理解 咱们就启成和这个html这个id一样的名字 然后大家请注意 我呢 给这个变量 初始画了一个对象类型 叫做view 这个呢 这个view的对象 就是这个view.js里面 声明的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把它实力化 然后这个实力化之后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换句话说 咱们只要开发这个view.js的应用程序 没有不用它的 咱们就肯定要用啊 那用哪两个属性呢 第一个叫el 这个el记载了什么呢 记载着咱们要对哪个id的代码块进行使用 大家请看 我刚才的这个div的id叫做myup 所以在这个地方 咱们必须要写上myup 然后前面加一个警号 说明呢 这是一个id 这样呢和它进行对应起来 这个其实大家把理解为一个选择器就可以啊 好 咱们呢做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个view对象里面所描述的所有的java脚本的逻辑内容 都会对id为myup的这个div生效 咱们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view对象 我又定义了另外一个属性 叫做数据 data 这个数据呢 我给一个属性 这个就相当于对象 然后对象 咱给它定一个属性 大家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但是这个数据 你说我能不能叫别的 比如说我叫这个数据1 数据2 数据10 行不行 这不行 这个是view里面的保留字 咱们只能叫做data 换句话说 如果咱们要给咱们的这个view对象 进行一些个数据绑定的话 那么咱们就需要使用它的data属性 大家请记住这一点啊 然后咱们被这个data属性附上一个什么呢 附上一个message 这么一个属性 这个message属性呢 咱们叫做helloword 这不叫helloword了 咱们叫做helloviewjsword 算了 稍等啊 我再敲上一个word 好 咱们叫这个啊 然后大家请看 我针对于view这个对象 给它的数据里面增加了一个message属性 然后咱们大家请看 我在我的html代码块中 去引用这个message属性 换句话说 我让它在代码中 在页面中 把这个helloview.jsword打印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message属性吗 message变量 把它理解为变量就可以啊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简单的 helloword的这个index文件的所有的代码 咱们今天把这个代码咱们实验一下啊 这个呢 是我提前建好的一个index文件 但是里面呢 还没有加上view的内容 咱们一点点的把它加进来 首先 咱们先加上这个view.js的引用 咱们就直接拷贝过来就可以啊 js文件 大家请看我电脑是不是有点慢 因为我现在是在虚拟机里面 所以呢 有点慢 好 我把它拷到这个html头部 因为咱们引用js文件的 一般来说都是在头部引用 这个没有问题啊 咱们就把它死记下就可以 如果引用js 咱们就在文档的头部引用 好 接下来咱们拷贝 html代码段 这个呢 咱们在这个网页中声明了一个div的区块 大家请看 就这个地方 然后 这个区块声明完了 可能什么都不显示嘛 对不对 咱们先运行一下 现在结果算了啊 现在咱们啊 引用js 然后呢 又写上了这么一个div的标记 咱们看看现在网页出来什么东西啊 咱是第二课 然后呢 是这个index文件 大家请看 出来叫什么 大括号大括号message 然后是反大括号 反大括号 也就是说 大家请看 这个内容呢 被原封不动的输出 换句话说 这个内容其实并不是咱们viewjs 所解释出的内容 那么好 咱们加上咱们viewjs 所解释出的内容啊 在这个地方 咱们把代码 把榨角本的代码贴过来啊 咱们贴到页面当中 这个地方稍等啊 我把这个tag敲上 把这个标记敲上 因为是虚拟机 可能我这有点慢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然后我把它整一下 行啊 怎么不能啊 整行了 哎呀 我今天这个电脑怎么回事 好 咱们看一下 这现在代码啊 嗯 非常重要的三部分 第一部分 引用view.js文件 第二部分 声明一个div 带有id 第三部分 咱们在脚本中 引用刚才这个 mackup这个有id的 这个div的对象 然后呢 咱们声明了一个message的变量 然后在这个html当中 把这个变量呢 打印出来 就这么简单 咱们看看啊 这个代码能不能运行 刚才因为没有声明 这个view.js 所以什么都没出现啊 咱们再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嗯 内容被打出来了 也就是说 咱们message里面的内容 成功的打印到了 咱们页面上 比如说我这个 不叫message行不行 我叫message10行不行 哎 稍等 我叫message10行不行 当然可以 咱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控制材跳出来 它肯定会报错嘛 对不对 因为没有message10 这个变量目前 咱们看一下啊 我先运行了 咱们大家注意 哦 报错了 报什么错啊 咱们打开啊 没有属性或方法 message10 为什么没有 这话说的 咱们没定义它们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咱们把这个地方 如果咱们不叫message了 咱们叫message10 咱们试一下效果啊 哎 我这流感器 我这个编辑器 我得需要再换一个啊 好 咱们叫message10 咱们看看是不是 就真的10了 就真的出来了啊 好 大家请看 message10呢 已经找到 所以呢 把message10的内容 成功的打印到了页面上 这就是view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非常的简单 您不是也这样认为吗 那么好吧 view.js第二期的学习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开源中国的网站上 您呢 可以参阅 那么好吧 咱们下个view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